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呢 志豪参加了一个 21天高效能的实验计划 21天高效能的实验计划 那这是什么计划呢 这个计划呢就是呢 要在21天里面呢 养成一个高效能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啊每天呢要列下一个 这个well being checklist well being 就是在英文来讲的话 就是让自己的状态维持在well being 就是每天都有好状态 当你每天都有好的状态的时候呢 那你的这个效能就会迅速的提升 所以这是一个实验计划 我们每一天都要操练做十件事情 我们要列一个清单 叫做这个 你也可以叫它美好清单 也可以叫做这个well being list 这个清单呢 每天都要让自己挑战做十件事情 而这十件事情呢 不是很苦逼的事 这十件事情是做了之后 让自己呢 的状态会觉得非常的好 举例来讲 我列的这个清单里面呢 第一 我要早上七点起床 第二 我要在起床后 听三首这个诗歌 自己的状态就会调整很好 那第三件事呢 就是我要吃早餐 因为我过去的习惯都没有吃早餐 所以呢 我要养成吃早餐的习惯 还有呢 可能每天 让自己安静十分钟 什么都不想 然后呢 我也列了这个 每一天做一件 关心自己家人的事情 诸如此类 每天挑战自己做十件事 而这十件事呢 不是为别人做的 是为你自己做的 而做了之后 我会感到很Joy 很喜悦 很喜乐 而我们每天不要 这个十个清单呢 老师特别 教练特别有强调 就是不要列下 那个工作项目 这不是工作项目 这个实验计划呢 是在二十一天 让你自己养成一个高效能的习惯 让自己呢 爱自己 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每一天要做十件事 然后这十件事 让你的状态非常好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天 那我呢 当然如果你说每天到公园散散步啊 是不是会感觉自己 骑骑脚踏车啊 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变得很好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清单 当然这不是我目前的清单 还有决定 像我刚刚去剪头发 每次剪完头发之后 就觉得自己帅帅的 整个这个well being就出现 当然我不能每天剪头发 但是呢我可以把每一天 可能把自己弄得帅气帅气的 或者把自己呢 这个装扮得非常好 让自己感觉到很开心 这个都是well being checklist里面的事情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来参加 这个高效能二十一天的实验计划呢 我们有一个团队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努力往前 让自己在2019年呢 可以成为一个高效能的人 你想不想要成为一个高效能的人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在下方留言 然后我会把相关的讯息分享给你 让我们一起来参加二十一天实验计划 然后呢我们也有说明会 欢迎你来参加喔 爱你爱你自己 拜拜 拜拜